大西洋理事會 非常歡迎各位來自美國、納托維亞、捷克的貴賓 來到台灣訪問 我要感謝大家的來訪 彰顯跨大西洋民主國家的團結 以及各國對台灣的支持 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華府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是國際安全及外交事務領域的政策建議 都受到美國及歐洲各界的高度重視 在座的貴賓都是外交、國安議題的專家 期盼各位能持續為台灣的安全以及國際參與 提供寶貴的建言 台灣和美國、納托維亞、捷克 都珍視民主自由的價值 也共同面對威權主義的挑戰 我們都深刻了解民主國家必須攜手合作 才能夠守護全球的和平穩定 從我上任以來將近一個月 包括各位 來自各國的貴賓訪問台灣 都是為了加深合作而努力 我所帶領的新政府 也將積極推動價值外交 跟民主國家深化夥伴關係 促進全球的民主、和平、繁榮 增進彼此人民的福祉 台灣、美國和歐洲 是彼此重要的經貿夥伴 我們希望未來透過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以及台歐盟貿易暨投資對話等機制 持續開拓更多元的合作機制與交流 今天各位貴賓 在重要的時刻來到台灣訪問 也將深化台灣和歐美的連結 我要再次表達最深的感謝 也祝福各位貴賓 訪問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